大家好 欢迎来到水晶厨房 这个礼拜呢 是第三个礼拜 就是下礼拜就圣诞节了 圣诞节 好怀念圣诞世纪喔 我有一年去意大利的时候 刚好是圣诞节就12月的时候 所以从12月初就一直到12月 圣诞节过后就有圣诞世纪 在那边晚上超开心的 可是我们想要买啤酒走路喝 他就说不行 不可以带啤酒走路喝 但你可以喝热红酒 好奇怪喔 好 我今天要来分享一句经文 是我最喜欢的一句经文 圣诞节要来了 他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句话是我很喜欢的 我觉得上帝在我的生命中 真的太重要了 重要就是你每分每秒沮丧快乐 不高兴生气都可以跟上帝抱怨聊天祷告 好 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一道菜 这是我们在意大利餐厅都会吃的前菜 那基本上你看到番茄应该就知道了 它就是Bruce Chetta 那很简单大概三分钟都可以做完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 我先切番茄好了 番茄把它切冰 这道菜应该是我去把握公司做示范的时候 最喜欢做的一道菜 把它切丁 切一切 随便切 大概两颗四颗 看你有几个人啦 那我有时候做起来 我就把它当我的午餐 现在这个十二月天了 天起来这么热 好 然后连汁一起下去喔 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拌 这个 这颗有点大 其实如果像 现在好像也是剩余小番茄的时候 所以可以用剩余小番茄 但是我觉得牛番茄的味道比较好 好了 下去 好 那我们再来准备的是洋葱 洋葱的话可以 看你要白洋葱 黄洋葱 红洋葱都可以 大概三分之一 红洋葱啊 是配那个牛排 其实是很好吃的 然后我们再来用蒜头 好 我们再来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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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概我看一下三半应该可以 再多一半好了 我喜欢吃蒜头 把它切碎碎的 再拌 这一半留给我 等一下涂面包 小斑一点 然后再来香料液 那因为我没有买到洋香菜 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 那个咖喱叶 还有咖喱的味道 然后我们再加盐巴 然后胡椒 把它拌一拌 这个是要加一点橄榄油 它会有那个橄榄油的香气 好 那我们就先放着 那我现在呢 这边有面包 所以我要来煎面包 橄榄油多一点 然后呢就把面包放上去煎 好 这个时候呢 哇 这么小颗 哇 这么小颗 有大颗的吗 好 等一下我来给你看我要干嘛 怎么这么小颗啊 没有大颗的吗 没有大颗的吗 哎 买错了 我要买大颗的 我们让它煎一下 煎的那个焦焦的 我们拿个碳盘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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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又忘记预告了 下礼拜就12月24呢 我会在中立A22那个车站的那个前面有一个广场 然后请参考我的那个水晶厨房的粉丝团 然后我会去做义卖 所以你们如果有空的话 记得来看我 可以试吃 可以吃我的东西 然后 我们那天所做的都会捐出来做工艺 好 那我们煎到有一点点 焦焦的时候 是真的太小颗了 打在上面涂一坨 然后面大一点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煎另外那个 再加一点油 这个你再加啊 其实是非常适合当那个 那个前菜 然后再加这个 好 我们煎一煎 然后我们再来煎另外那三片 放一点油 好 把它塗一塗 這太小了 再如果大一點啊 塗上去比較有那個味道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 在上面 好 再等這三片 我們可不可以用烤的 可以喔 如果你懶得顧火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烤的 我記得我12年前 第一天去上班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公司就是賣 很好的油 所以我就是做了這一道 哇 好的油真的太好吃了 然後麵包把它煎得這樣子 有一點焦焦的 就哇 好香喔 再煎個一分鐘 再塗一下 記得要買大一點的蒜頭 這個太小了 太小好難 那個塗膜 好了 可以了 那因為這個是底嘛 所以我們就改一下 好 塗一塗 那有一點那個蒜頭的味道 好 然後我們把它擺上去 然後把它擺上去 然後把它擺上去 最後呢 我會撒一點起司 好了 這道菜我們就完成了 這就是我們非常簡單的 Busgeta OK OK 那我們就這樣囉 下禮拜要準備來過聖誕節 記得12月24那天呢 我們會在A22中立的捷運站 A22叫什麼站啊 不忘了 但是請參考我的那個 粉絲團 然後我會去那邊做義賣 我們那裡會有大概十個攤位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 然後可以現場試吃 水晶座的料理 然後那一天所 買的所有東西的金錢呢 我們就會把它奉獻出來 好 那我們就等下禮拜見囉 那先預祝大家 聖誕準備快樂 好 那我們下禮拜見 Bye Bye 3 5 1 5 1 1 2 2 1 1 2 2 2 3 3 3 4 4 4 1 2